《海贼王》,陆飞和索隆打败凯多胜算有多大?陆飞实力已无限接近四皇。 《海贼王》剧情即将来到大家万众期待的和之国决战片,和之国Buds之间的大战即将打响,陆飞等五个超新星到底能不能打赢两个四皇,也是众多海迷关心的事情。 现在陆飞、索隆、罗、基拉和吉德,已经和四皇凯多和大妈正准备战斗,而陆飞先下手把凯多按倒在地。 那接下来五个超新星对上两个四皇胜算到底有多大的呢? 关于陆飞等人到底能不能打赢凯多这个话题,已经在网上成为了热点话题,在网上也有很多人看好陆飞等人打败凯多,而有一些人觉得陆飞等人根本不可能打败凯多。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网友们觉得陆飞等人不可能打败凯多的原因。 网友不看好陆飞等人打败凯多,说打不赢的原因,无非就是陆飞等人的实力还不够。 即便是陆飞在修炼流营后,实力已经完全超过了卡二,现在的实力应该是皇妇级别,甚至可能还要更强一点。 但是距离大江水准还有一点小差距。 而锁龙在两年后基本没有经历过生死战斗,所以实力上涨的肯定不多,即便是锁龙有炎魔在手,但要知道现在的锁龙还是无法驾驭炎魔的。 锁龙能不能发挥出炎魔的威力还不好说,但即便如此锁龙的实力肯定也是三载水平,保守估计也应该在赤翘九霞中传刺狼的水平之上。 但赤翘九霞在和凯多战斗的时候,都撑不过鲁飞爬楼的时间,可见凯多的实力是多么惊人,而陆飞和锁龙就在实力上涨的再多,也不可能超过赤翘九霞的总体实力,所以对上凯多基本没有胜算。 陆飞等人能打败凯多的原因 相比不看好陆飞和锁龙打败凯多的人,其实看好陆飞等人打败凯多的人还是很多的。 很多人说海贼王的战力已经稳了,可在其他军看来陆飞的战斗力其实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 在蛋糕倒偏陆飞第一次对上四皇高级干部是克利甲,克利甲是被陆飞和纳美联手打败的,之后陆飞明显就改进了自己四当的副作用。 在对上塔塔库利的时候,陆飞虽然打得十分吃力,但在战斗中陆飞学会了高级剑纹色。 在和之国片中陆飞虽然被凯多一招雷鸣八卦给妙杀,但在此之后陆飞拜师堡大叔,学会了最高等级的武装色霸气,这样陆飞的实力已经超越了普通四皇二把手。 在海贼王的战力分类中,四皇高级干部小于四皇二把手,四皇二把手小于大疆,而大疆小于四皇。 那么陆飞现在的实力是已经超越了四皇二把手,无限接近大疆,或者和大疆一样强,所以陆飞和凯多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大。 虽然凯多号称卫水路空最强的男人,但陆飞如何和索罗联手,再加上罗的辅助的话,打败凯多应该没有问题。 陆飞能打败凯多还有一个重要理由,那就是和之国片结束后,陆飞的下一个敌人极有可能就是海军,陆飞对上赤犬的战斗也即将上演,因为陆飞要为艾斯报仇。 所以陆飞和赤犬的战斗肯定是单挑,要是现在陆飞和索罗联手都打不过凯多的话,接下来陆飞直接单挑打赢赤犬也不太合理。 毕竟赤犬也是四皇等级的男人。 所以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来看,陆飞和索罗联等人联手的话,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剧情伏笔提醒,这五个超新星肯定会是会打败两位四皇。 正如雨田的笔记中说的那样,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,而陆飞恰恰是这个新时代的领军人物,所以凯多肯定会被陆飞等人打败。 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打败,咱们只能耐心等待伟田揭开谜底了。 以上就是本篇文章所有内容,喜欢这篇文章的小可爱,记得关注,点赞,收藏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